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企业如何在美国梦和中国梦之间生存?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27日 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两国原有的国家治理和对外关系 让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陷入了全新的困惑之中 相互冲突的梦想与现实激起的湍流 源于两国面对国内政治和经济挑战采取的 看起来不可调和的政策和处理方式 这两个大国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国家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梦想 特朗普提出的最新版美国梦是美国优先和美国活力与繁荣的恢复 习近平宣扬的最新版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种梦想似乎表明两国都在着眼于国内 但实际并非如此 美国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特朗普政府显然正是图部分卸下在世界舞台上的责任 而习近平正致力于推行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扩张计划 那么这两个梦想的关键一同点是什么 这两大强国共存而且避免陷入所谓的修西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有多大 格雷厄姆阿利森指出在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上 有16个崛起国家威胁取代当时占统领地位的老牌强国的案例 其中12例以战争告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两国当中中国是更容易看懂的一方 因为它详细阐述了目标和政策 模糊的是中国的决策过程 而非其采取的政策 那么中国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简言之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 下到2021年实现小康社会 让中共实现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统治 并确保中国拥有军事硬实力 保护其国内外的核心利益 不再重蹈19世纪和20世纪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覆辙 因此中国梦从本质上是一个独特文明 以中国为核心的梦想 他自认为在许多方面比其他文明更优越 当然也与任何当代文明国家不相上下 这与年轻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者通过基于规则的多元化力薄维尔厂和人才自由移民 而得以发展起来 两个梦想的核心对比似乎在于 中国领导层通过于3000年的经验历史棱镜来寻求灵感 并试图将这种变革视野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柔合在一起 而美国领导层透过以市场资本主义谋求持续进步的棱镜来看待事物 然而由于短期政策令人困惑而且没有明确的战略规划 美国的梦想受挫 两国民众的梦想可能非常类似 由面包和马戏背书的繁荣和安全 只有当他们的民族主义本能被激发的时候 他们才成为政治精英的工具 并帮助制造冲突 这两个不同的梦想将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冲突 修西底的陷阱 毛 当今的博弈论分析大多认为 中美对抗将不可避免的升级为 相互确保摧毁的情景 这是两国领导人都不希望的 两国的政界人士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甚至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仍优先保证生存 然而由于当今朝鲜的存在 日益可能的场景是爆发同样可能自我摧毁的常规军事冲突 特朗普不得不认为 短期有必要通过美国有限的先发制人 打击手段来快速解决朝鲜问题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随后就会引发朝鲜军队自动预设好的大规模常规军事响应 朝鲜一直准备着发射导弹和火炮 中国和美国和平解决复杂的朝鲜问题 是本世纪最具挑战性的事件之一 结果将会影响未来数代人 样重要的还有 考虑哪种梦想之路更可能吸引和激励 中美两国的更年轻一代人 美国年轻人生活的空间远比中国年轻人更加多元化和分裂化 人生理想自由和追求幸福都是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 他们并不崇尚团队精神 倘若美国与中国对抗 很难想象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会积极响应战斗号召 特别是当他们在当前政治精英中没有明显的领军人物的情况下 中国年轻人生活在更等级化和严格管制的社会 拥有强大的历史和民族意识 当前这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几乎一无所知 更不用说大跃进了 让他们对参与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国际舞台重要大国的挑战 燃起兴趣 完全可行并且符合传统文化 再加上民族主义信息 中共拥有强大的工具来动员和引导新一代人 让他们从事或平和或激进的事业 那么这对于想在两个势力圈都成功发展的跨国企业高管有什么影响 毫无疑问 这个世界正在见证两个同时发生的模式转变 乍一看 他们可能看起来是拥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生态系统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在政治上肯定是这样 同时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曾通过一些旧同盟靠军事力量发挥全球影响力 那么其中将有多少同盟存活下来 菲律宾 新加坡和韩国等传统盟友犹豫不决 经济上的必要考虑要求他们重新聚焦日益扩张的中国 而不是日益回缩的美国 同样的困境也摆在有先见之名的高管面前 他们不想稍断于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之间的桥梁 同时也将意识到在中共十九大后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限制将增多而不是减少 因此 有先见之名的CEO需要制定一个策略 作为伙伴而非对手参与中国的全球扩张 这需要完全不同的策略 强大的西方跨国企业试图把产品强加给中国国内市场的时代 已经结束 如今需要采取更微妙而灵活的方式 抓住中国海外扩张带来的机遇和金融支持 关键是确定并培养潜在的中国政治和商业伙伴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跨境并购项目上和他们合作 没有任何一个跨国集团CEO可以忽视这个 进入六十多个国家有增长潜力的发展中世界市场 以及成熟的发达世界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其重要利益 有官方的机遇 为什么不找一种可以确保你在两个梦想中都能存活 并蓬勃发展的方式呢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所以我觉得小平先生我们今天爆料报道这时候呢 进行了一个最成功的阶段 就是中国老百姓能听到一个微小的一个蝴蝶翅膀发出的声 海航狂购在遭挫折 郭文贵爆料也欲挑战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27日 美国之音报道 在海外大量收购资产的海航集团星期二在遭新的打击 海航收购一家美国机上 娱乐和互联网服务供货商的交易 宣告失败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美国全球英娱乐公司 34.9%股权价值4.16亿美元的计划 全球英娱乐公司 星期二提交监管机构的文件说 2017年7月25日 因为无法在喜乐行投资协议规定的最后日期之前 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获得批准 本公司与喜乐行终止了喜乐行投资协议 这是海航最近遭遇的一系列挫折的 最新一例 之前海航购买现为白宫通讯主任的斯卡拉姆 其增拥有的天桥基金 也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 美国银行宣布中止跟海航的所有交易 欧洲最高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 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评估 海航集团在两天前突然宣布其股权结构大腾挪 原先有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一位股东持有的近30%海航股份 被捐赠给了去年底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自己的慈善机构 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 而之前被外界追踪的神秘商人冠军则从现有股权持有人名单上消失 不过海航集团立即对媒体的负面报道进行了反击 海航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向东星期一告诉路透社 海航跟华尔街保持强劲工作关系 我认为我们在合法经营我们的公司 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 我跟这个的监管机构谈了 我觉得他们很满意 一切都在继续 谭向东说 三周前海航刚获摩根斯坦利3亿美元无担保贷款 但摩根斯坦利未对此置评 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 遏制中国的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收购狂潮 中国银行监管机构下令各贷款银行评估 包括海航在内的几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在海外兼并的情况 但谭向东对上月中国银监会下令银行审查其贷款情况予以轻描淡写 他们对海航的审查已经有十多年了 并说这只不过是该集团应对许多监管机构中的一个 海航宣布了未来两年50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 海航说虽然收购狂潮减缓了但会继续进行交易 谭举利海航下属公司购买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60%股份的交易 谭向东说今年上半年海航年营收增长199% 盈利增长40% 即便什么也不做 一年内将稳作财富500强前50名内 财富星期一说 海航今年已经从500强第464位前一致170位 海航从一家中国地方民用航空公司发展成为在全世界掀起收购狂潮的主角 仅2014到2016年 其资产就扩大了4倍 达12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1775亿美元 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 20多年增长了12万倍 居住纽约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指中共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集团持股 海航允许中共高官 包括领导反腐的中纪委最高官员王岐山家属 频繁使用为他们设计的豪华专机 指纯粹为他们私人所用 郭文贵还指海航第一第二号人物的陈锋和王健在海外 有大量银行账号 拥有巨额资金 海航集团6月则在纽约最高法院控告郭文贵诽谤 不过郭文贵对王岐山及其家人的持续高调爆料 星期三也遭挑战 中国国营的新华社发文指重磅人物现身 郭文贵谣言不攻自破 文章说被郭文贵爆料为王岐山妻子的姚庆 100%控股集爱北京科技公司 其实是徒生徒长的上海人 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于2016年被集爱科技董事会聘为公司总经理 记者引用该姚庆的话说 我有必要出面向社会公众做出澄清 我的籍贯是上海南汇 现为浦东新区 自幼在南汇读书 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南汇农村 报道还指郭文贵爆料中公布的股权关系图来自一名叫陈向军的广东网名 报道引用陈向军的话说 2017年3月 他根据郭文贵爆料时提到姚庆和集爱科技 通过天眼查系统查询 把集爱科技与其他公司进行关联 发给郭文贵 称通过特殊关系获取的重要信息 报道称郭文贵方面曾给陈向军的银行卡上 汇取5万元人民币作为酬劳 另外郭文贵5月在社交网站公开的姚庆身份证 照片中的姚庆跟公开资料终结爱科技总经理的姚庆一致 但出生年月为1976年10月26日 而新华社采访的姚庆说 他生于1977年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驻吉布提基地引发安全担忧 印度考虑反制措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27日 美国之音报道中 国在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社立了第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 被认为是朝铸建立一支能够跨越印度洋的海军力量 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引发印度的高度不安 有分析认为 中国的这个举动 以及日益扩大的维和行动 使得北京不干涉它国内政的政策 受到考验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中国在吉布提的这个军事基地 本身并不会带来问题 关键要看中国如何使用这个基地 中国7月11日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军港码头举 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 成立基部队出征仪式 实现了解放军海外基地林的突破 中国官方没有宣布派遣了多少军人和舰船前往该基地 但是此前中国媒体说 中国向该基地派遣的军人人数为1万左右 中国在去年初与吉布提政府达成协议 开始兴建这个基地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这个基地的租赁合约期为10年 每年的租用费为2000万美元 但是也有报道说 中国支付的租用费为1亿美元 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 人口不到100万 北边是厄利特里亚 西部和南部是埃塞尔比亚 索马里在他的东南 东边是亚丁湾 东北部是红海 地理位置重要 除此以外 吉布提在政治上向对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谢氏了中国在吉布提建立这个基地的原因 他说中国自2008年起派护航编队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行动 护航编队在执行人物过程中 官兵修整和食品 油料补给面领许多实际困难 耿爽说 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 有利于中方更好的履行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 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 也有利于带动及经济社会发展 有利于中方维维护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尽管中国官方把这个基地称为保障基地 但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成斌认为 这的却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正式的军事基地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与他们在纳米比亚的斯瓦科普蒙德 以及在巴基斯坦和肯尼亚马林迪等其他支援设施是不同的 这些没有被正式描述为军事基地 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说 这个社失事个理成碑 它将加强中国却保国际和平的能力 特别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有很多联合国维和人员 而且深度参与反海到巡逻行动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表示 这个基地不是商用不给点 能够支持中国海军走得更远 因而意义重大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个基地的设立表明 中国改变了不在海外建基地的立场 他说 中国总是说它无意在海外建立基地 很明显你现在看到的是它们在重新思考这个理念 从这方面来看 它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在全球利益的扩大 你可能会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更多这样的设施 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 由于日本法国和美国在吉布提都设有军事基地 因此中国的这个基地也会引起这几个国家的关注 成斌说美国将对包括电子间谍在内的可能的间谍行为感到关切 但是也可能会密切关注中国人 对于日本和法国人来说 情况也是一样的 他认为 由于中国的这个基地与美国法国和日本的设施设在同一地区 因此维多国军方在近距离运作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美国在吉布提的勒蒙尼尔营基地与中国的基地相距不到4英里 勒蒙尼尔营基地是五角大楼在海外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 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江瓦尔德豪萨 今年3月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他向吉布提总统盖来提出了美方的关切 包括哪些事情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 以及中方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做的事情 这位美国将军预计 中国这个基地的建设在今年夏天会完工 美国在勒蒙尼尔营基地驻扎了大约3000名军人和合同工 是美国驻东非特别行动司令部的基地 实施了对非洲青年党好战分子的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4月23日访问了在吉布提的美国海军基地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福特说 美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即随着中国加强其全球性的存在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地方出现美中两国的设施 非常接近的情况 浙江具有挑战性 因为有些设施看起来不像是基地 而是军民两用设施 即可以用于民用 但也可以让军事船只使用 他说 我认为 美国必须认真考虑这个现实 思考它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我并不认为它本身会带来问题 问题主要在于中国想怎么使用这些设施 以及它意味著使吗 传统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 成冰也认为 关键要看这个基地会支持哪些其他的活动 他说 例如 它是否对在野门或是索马里附近展开的空中无人机行动提供支持 中国几年前在野门进行了一次非战斗性的撤离行动 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军队或是为中国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提供支持的私营安保公司集结待命的地方 它是否会为中国在苏丹的维和部队提供支持 有迹象显示 中国正在日益扩大它在海外的军事角色 中国驻非盟的最高外交官最近表示 中国会考虑向吉布提与厄利特里亚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派遣为核部队 卡塔尔上个月撤出了驻在该地区的军人 这位外交官说 如果受到邀请的话 中国还会考虑对这两个东非国家的争端进行调停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印度的分析师巴鲁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随助中国扩大在全球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它可能被迫改变其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做法 他说 当它有很大的利害关系 它有公民在当地 它会找到合理的原因进行军事上的干预 来保护它的经济利益和在海外的侨民 试图打消外界对这个基地的一些担忧 中国的解放军报说 不管发生什么 中国都不会寻求军事扩张主义 或是卷入一场军备竞赛 这些承诺不会因为这个海外保障基地的建立而发生改变 环球时报也表示 中国的军力发展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而不是寻求控制全世界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这个海外军事基地比外界先前所认为的更大 戒备更严密 地缘情报分析公司斯特拉夫说 这处基地有大约两万三千平方米的地下空间 他们的分析认为 地下设施有助于进行一些不希望被外界看到的活动 也能保护一些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设备 不管中国打算如何使用这一基地 它都引起了印度的高度不安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福特说 因为印度一直把印度洋的趋势为它的地盘 随住中国在该地区经济利益的扩大 以及大的军事存在 印度的关切将会越来越大 我认为 这可能会在中印关系中制造更多的紧张 目前 中印两国军队因为北京在中国与不丹交界的 靠近印度鸡脖子的朗洞高地修路 而发生军事对峙 传统基金会的成斌也认为 随住中国与孟加拉、缅甸和斯里兰卡等 环绕印度的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同盟 在吉布提的这个基地更让它感到担心 在新德里看来 吉布提位于印度洋的西北部 可能成为中国在印度周围建立的同盟和资产的 珍珠串中的另一颗珍珠 印度分析师巴鲁阿芳表示 印度把中国在吉布提的这个基地 视为北京向印度洋扩张的另一动作 他说 对于印度的安全环境来说 在吉布提的这个基地是一起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 印度对此感到担忧 对于印度来说 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我认为 我们完全低估了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能力和意图 他们进入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这位印度分析师说 印度正在思考如何对中国在印度洋的行动做出最佳的反制措施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史上第一遭 中俄盟大规模联合反恐演习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27日 联合报报道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等三国 首次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大型联合反恐演习 演练抓捕潜藏在边境地区的国际恐怖分子 而中俄海上军演已进入士兵演练阶段 将进行联合防空搜救救援失事传播等课目 这场反恐演习名为巩固边疆赴2011时期 参与人员是俄联邦安全局后备加尔边疆区边防管理局 蒙古国边防军管理局 以及中国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的人员等共100多人 此为俄中蒙三国关系史上 首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反恐演习 环球网引述俄联邦安全局后备加尔边疆区边防管理局的声明指出 参加此演练的各分队人员 由一个专门组建的司令部指挥 俄方在消灭境内恐怖分子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 中国和蒙古国的边防人员 则主要负责防止这些恐怖分子 从俄罗斯境内潜入自己的领土 声明指出 为了搜捕这些恐怖分子 中俄盟三方投入了最好的力量和设备 由于使用现代化的武器和技术装备 在很短时间内就确定恐怖分子方位 而为了抓捕恐怖分子 还决定动用航空兵 由边防军人员从直升机上实施空降 成功抓获该团伙的所有成员 此外 三国举行的巩固边疆 赴2017大型联合反恐演习 并未结束 下一阶段的反恐演习 将于一个月内分别在蒙古国和中国境内进行 分析人士称 俄中蒙三国边防人员首次举行联合反恐演习 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俄海上联合赴2017军演部分 中俄两国海军舰艇已余念5日 进入波罗的海展开海上演练阶段 参演双方共派出6艘军舰 分别组成两支混合编队 由中方导弹护卫舰运程舰和俄方勇敢号导弹护卫舰 担任两支编队的指挥舰 中俄双方将先后进行联合防空 联合搜救 联合救援 失事船舶等 多项演练课目 进一步提升双方开展海上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水平 应对共同威胁的能力 俄方还将出动战机 运输机等多架军机参演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停天使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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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港高铁怎么管 一地良解惹意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27日 联合报导始于北京西站 中治香港西九龙新站的金港高铁 港府在争议声中公布一地良解方案 大陆人员香港执法 香港本地立法等议题上争议在起 金港高铁实际上是由金石 十五五广广深港四段组成 全长约2400萨九公里 完工后以310公里的时速运营 北京至香港只需约10小时 金港高铁其余各段已开通 限于香港段因争议和施工接连出现问题 一拖再拖 预定明年秋天开通 香港政府也要解决争议度最高的 一地两检问题 即大陆的边防公安 海关和检疫等执法人员 要到香港境内实施通关检查 香港政府星期二公布高铁一地两检方案 在西九龙总站划出四分之一面积 做内地口岸区 该区行使大陆法律 由大陆人员执法 属大陆司法管辖区 香港政府称口岸区 不属于香港特区范围 故不违反基本法 但香港非建制派政党议员及法律界人士 有反对意见 直斥港府各地冲击香港现行制度 及破坏一国两制 港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一地两检方案不是国家主导 而是国家配合香港请求 如果没有一地两检 高铁就会完全失去意义 港府已向全港外国领事全港18区区议会政府主席 以及香港所有外国商会简报 所有的反应都很正面 港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则说 希望明年暑假前完成本地立法 根据基本法 香港土地属于国家 它以业主和租客为例 解释香港有权将土地租于中央 有如将香港部分地方以特定目的租于大陆 变成香港特区以外的地区 做法不违反基本法 港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认为 西九龙站的法律问题必须清晰 否则对香港保安工作不利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 则质疑港府一地两检方案钻空子 利用基本法地面条授权 在香港部分范围放弃采用香港法律 他认为这是开坏先例 日后法理上逻辑上 难以阻止大陆利用基本法地面条处理香港示威 香港市民暂时不明白 一地两检方案的影响 但要思考因为方便而放弃法治保障 损害更大 基本法保障愈缩愈小 是很悲哀的现实 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说 一地两检方案对法治的损害比施法更大 等同整本基本法消失 不同党派应与港府团结 与中央在商讨 撤回在西九总站 设置内地管辖区实施一地两检 李柱明认为 基本法地面条的原意 是给予香港更多权力 让香港更高度自治 但现实是给权力香港自己阉割 民主派应该强硬反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